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俗话说 疑心 生暗鬼 最近我可被疑心这个小鬼给害惨了 豆豆 你怎么了 书包都快被你翻烂了 我的同桌鸭鸭关心的问 我的同样笔不见了 那可是爸爸刚送给我的礼物 我知道了 鸭鸭闭起双眼 压低声音说 真相只有一个 那就是星星偷走了你的笔 看着我一脸茫然 神探鸭鸭接着说 昨天她看到你的投影笔实 两眼放光 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这叫洞鸡 刚才我看到 不对 是我目击的 星星就站在咱俩的座位前 一看到我 她扭头就跑 这叫做贼心虚 走 咱们找她去 星星 你是不是偷豆豆的投影笔了 快交出来 神探鸭鸭插着腰 大意凛然的俯视着埋头写作业的星星 而我也疑神疑鬼的 盯着星星的笔道 我 我 我没有 看着又鸡又气 语无伦次的星星 我心中的疑心小鬼 小脑的一转 马上就给我出了一条妙计 那好吧 你把你的书包和笔蛋都打开 让我们看看 不行 星星就像只被踩了尾巴的猫 一下子跳了起来 一把抓住书包 死死的抱在怀里 哼哼 没错了 她就是小涛 一心小鬼 在我心中昂起了头 似着小尖牙 发出了得意的笑声 一放学 我就向妈妈诉苦 谁知 妈妈却说 投影笔 是我把它收起来了 要不我怀疑你上课时会瞎玩 我的亲妈呀 你的一心小鬼也好强大呀 第二天一到学校 我就和鸭鸭去附近请罪了 对不起 星星 我们不该怀疑你 你不是小偷 谁知 星星却低下了头 脸越胀越红 最后竟然小声地说了一句 不 我 就是小偷 说吧 她伸手从书包的最深处 掏出了一个 这不是画在书包上的小猴吗 怎么在你这儿 鸭鸭叫了起来 看吧 看吧 这就是她看着鸭鸭为什么要逃跑 为什么不敢让松书包 她就是小偷 一心小鬼在我心中兴奋得又叫又跳 我不是想要你的小猴 而是昨天上午你和豆豆一边窃窃私语 一边回头对我指指点点 我怀疑你们在说我的坏话 所以我就以牙关牙拿了你的小猴 天呐 我们没说你坏话 鸭鸭撞起了叫天区 我也连忙解释 是啊 老师不是让我们自由组合 成立公益活动小分队吗 昨天鸭鸭是在和我商量 要邀请你加入我们分队呢 看这事闹得 这一心小鬼可真是害死人 谢谢大家 我的故事讲完了 自己编的故事 是我跟我爸爸妈妈一起编的 一起编的 但是一个原创故事 你经常讲原创故事吗 算是经常吧 而且我平常就喜欢编故事 然后经常是 我就经常给爸爸妈妈和同学们 讲我自己编的故事 讲自己编的故事跟讲 其他大家都很熟的故事有什么区别 我觉得讲自己编的故事的话 就不会像其他那样 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了 然后就觉得无聊了 然后但是我自己编的 然后谁都没有听过 然后我给他们讲的话 他们就觉得很新奇 然后就觉得我讲得特别好 对 这就是你在讲故事过程中 吸引我的地方 因为你一直在有一种 我是一个惊喜的诗语者的这样一种 自我的感觉在里面特别好 我要给你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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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在往外掏这种惊喜 这是一个讲故事人特别好的状态 怎么会想到写这样一件事 是真是发生过吗 还是其中也有虚构的部分 就是有一些地方是发生过 就是因为平常我们在班里 经常同学们就互相猜疑 然后觉得你拿我这个 你拿我那个的 然后还老觉得老是不公平 还觉得父母都对自己太严格了 然后所以我就想写这么一个故事 然后告诉大家应该将心比心 然后树极之心树人 那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 就是我们在讲故事的过程当中 一般来说 因为你看我们的成语故事也好 对吧 很多的古代的故事 它的一个故事里的角色 一般不要超过四个人 不然我们一个人的声音 很难塑造那么多的角色 在很短的时间里 所以会给你自己制造了 一个很大的难度 那你这里有欣欣 有鸭鸭 还有我自己 还有妈妈 然后后来又出来了一个 是不是 就它的角色可能稍微有点多 但是我依然很认真地听完 我觉得你很棒 好 谢谢你 好吧 好吧 那咱们来晾牌吧 请晾牌 过来过 差一个 有请